20岁泰国知名女童星出车祸身亡,车体完全变形。 网易娱乐4月8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,泰国20岁知名女星Internature Chiribu Prakari,是童星出身,曾和Camparia等大牌明星合作过,惊传车祸身亡。 他7日上午驾车出门,却因为下雨路花失控撞术,整辆车严重变形,他当场死亡,尸体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。 据泰国Bipost报道,Inn在7日上午开着百万名车出门,行经大城府邦巴因现某路段,当时正下着大雨,疑似是路面湿滑,整辆车因此失控打滑,冲撞上路旁大树,警销人员到场时发现他已身亡。 因为整台车扭曲变形,必须出动大型切割机具才能把尸体移出,车门上还有血迹,险见事发当时撞击力道之大。 警销人员在搬出遗体后,在车内发现证件,才确定死者身份是20岁女星Inn,紧急联络家属到场,消息曝光后,让许多网友们震惊不已。 事实上,Inn初到15年,曾演过《蒙初之刺》、《甜心秘律》等知名连续剧,还在鬼片贵妈中有吃重戏份,是泰国家喻户晓的童星。 因外形甜美,2003年被导演相众演出连续剧,由于在该剧中台词繁复,她的出色演技令人惊艳,从此打开演艺之路,开始接到主持、广告代言等工作,还发过三张专辑。 是全方面的女星,虽然之后她忙于学业,但仍常常透过IG和粉丝互动,如今传出噩耗,网友们相当不舍,在网络上转发她的黑白照片,以示悼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